鄭伊健 鄭伊健這日出席保險公司活動 市隔六年沒有搞演唱會的伊健 終於宣布明年二月會在紅館開個場 他說到時應該會開夠四場 現在他除了量度一些新的表演元素之外 還已經開始粗fit自己為演唱會做準備 粗肌肉一向都在做 其實我覺得不是經常演唱會 每個人都應該對自己好些 身體健康是最重要的 那表演嘉賓方面 好兄弟陳小春和錢家樂等等 應該都走不掉了吧 邀請就不止 那時候過年之後不知道他們會怎樣 不過會通知聲 等於最近小春將會在這個月十日開演唱會 我說要問嘉賓 各位兄弟問他 不用不用 如果有機會你們某一場來支持我就可以了 我覺得可能是這樣 我也想他們來看已經很好